群雄聚会开封府 杨五爷一见彭宫才给谢了礼了 说没一见刘是张没死 这句话呀 说的声音不大 但是精振自作 好多人面面相许 你瞅瞅我我看看你 脸狂他太多愣了 就瞅着杨五爷 杨五爷瞧你 你们看着我干嘛 不认识没见过 你们听我这消息是个心心的 师父想瞒主 这刘是张太聪明了 他装的跟真的一样 说这一见门王之后 哎哟 大犯白事 真出大病 听说 热闹了好几天 不过 我这回 得到一个确准的消息 这人还活着 我听 王八燕说的 深处王八燕 王八燕在哪 没来啊 好啊 不管此人 是追见门王也好 活着也罢 无论如何 得把他挺出来 这倒是上厕 啊 谁去啊 我们去 大伙一看 哦 除大荣武观念 黄三爷 轻轻摇摇头 不行 怎么 我不是小看您二位 到那儿就得碰一笔的灰 碰回来 要想行的话 那我来推荐一个人 嗯 大伙一看 推荐谁 我让啊 朱光祖跟着你们二位去 哎 这个 朱光祖一听 你有点着急了 哎呀 我是他说 你 你 你怎么拍我 怎么个差事 这我哪行啊 怎么 我这嘴巴 眉毛 办事不老 我我我总爱爽祸 那些事先甭提了 啊 别往后撤 听见没有 当你去你就去 到那儿多长个心眼 不会有一样 别看你们是长辈 啊 你们 有事 得听光祖的 啊 呵 万年回头看了 看烛光祖行呢 爷们 上来 没想到 我们在您手下当差了 那您 那您就委屈点 您 这人几个收拾收拾 带好路费 骑着马迪 昼夜兼程 赶到刘家吉 就是 刘若昌的老家 我说 二位叔父 咱们这个 怎么找这人呢 还找他干嘛呀 他不没死吗 那当他们的爹着出来 不就完了吗 哪儿那么简单呢 简单咱先打听打听吧 在哪儿住啊 有人直给他了 哦 现在啊 你找刘士忠来的不是实惠 怎么 刘士忠老英雄很可怜 摔死了 孩子们分居令过 都各本他乡了 现在家里只有一个老管家留福 在这养老看家 你就那个门 就是 那随过来 东方祖在下面 后边 这两位跟着 来到门前 赛事忠一回头 哎 二位叔父 啊 拉着马 是 我连一看 今天晚上 怎么 这这这这 三爷有吩咐 得听他的 好嘛 我们成跟班去了 那拉着马 一个牵着马 哎 我连紧跟着 朱光祖的身边 门口 这一站 啪啪扣大门 弄 敲了一会儿 里边有动静 腾腾有脚步声 吹 没到门口 这往院子当中 这一站 谁啊 朱光祖一 哎 是我 这朱爷说话 是左嗓子 那说话激溜激溜的 他还别着急 他一着急 挂天 冷冷冷冷的 呵 炸耳朵 是我 你是干什么的 找人 找谁啊 这个找这庄主 刘世昌 死了 疼疼疼疼疼 回去 得 普大俑看看 我姐 假人 差点热了 丑庄族 你看这怎么办 什么 人家根本不给面儿见 刚才我是不是散门太大了 把开始 呃 您二位谁 大了 嗨 这这什么都得听您的 我们哪能 还是您说吧 好 我再来 啪啪啪啪 疼疼疼疼 谁啊 哎 这个老人家 是我 怎么知道老人家 他把门上看见了 这老头 六七十岁 看这老头够倔的 胡子都吐墙 咱们儿掌着 咱们儿掌着 咱们儿掌 是我 那什么 我找人家 找谁啊 找这个 嗯 梅雨剑 刘西餐 刘长总 死了 咚咚咚咚 回去了 普五二位啊 都热了 听说这闭门 吃了个足啊 啊 人家根本不给你开门 哎呀 朱光祖也没难啊 回过头来 他跟这二位商量 二位说 这是不是 您二位这个 叫一遍 呃 对 咱们 来的时候啊 三爷有吩咐 一切都得听您的 知道吗 您都叫不开这门 我们哪行啊 啊 你们瞧 他们家怎么这样人呢 管什么的 得开门见个面 说两句话 瞧这回的 哎哎 朱光祖一回头 二位叔父 必须如此这般啊 您二位给我兜着点啊 拜托了 您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 大人来一趟 不容易 就就时间 那 啪啪啪啪 开门 啪啪啪啪啪 咚咚咚 你老头又出来 谁 我 找谁 找你 该活的就得还我 啊 管人家钱 藏着家里不出来 什么东西这是 咚 跟门来一脚 后边这二位 差点落发去 许说这哪 跟哪 这是 把里面那老头啊 给喊急了 什么 什么 找我要张着 我这一辈子 一个大钱 没欠过谁的 这是情有此理 咕咚 拉开门箱 把门开开 对开门 再去家猪王祖啊 迈进一条腿来 怎么回事 先 先迈一条腿 再关门 再关门 咽我的腿 哎 您听好啊 这老头这气 一看叫门这位 二多岁 生的瘦小 枯干 细脖腔 大三交 喝了醋 喝了 留着小胡子 这胡子冲上一张着 两个眼珠是 滴溜来回乱转的 老头看见 就不顺眼 你看后边还站着点 你们干什么 你们啊 找我 你认识我吗 你找我 这情有此理 就关门 关不了了 怎么 朱光祖的腿在里面 哎 慢点慢点 哎 哎 我腿 哎呀 我说 老管家 您哪 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您看这二位没 啊 这是我保镖的 这 我二位互相看着眼 心说行了 咱俩 怎么成他保镖的了 其实这朱光祖是真有两天了 怎么 这话都不用回家拿去 说你都是这王外超啊 哎 实不相瞒 您盖过钱啊 那下来 知道吗 哎 不过 你们这那庄主 刘世昌 他确实 赚过钱 嗯 不知道老庄主 您听说过没有 当初啊 黄三大 曾经在江湖上 是指标借银 是为了彭公啊 官复原职 那么刘世昌当时没钱找我去 我没多拿盘了五千两银子 现在呢 连本带利算一块啊 六千多俩吧 他姨子没给我 这事 他就跟我交代交代 他活着也罢 死了也罢 哎 诚言说得好 人不死 债不烂 但有一样 我得问个名呗 我说您说这话 对不对 可是这话再说 说朱光祖的低头进来了 好好 转着转着 他跑院里站着去了 这老头呢 两冲礼啊 几位朝外 独舞二位一瞧 合着这就算进去了 那咱也进去吧 这二位拉着把也跟进来了 老头一看 哎 哎 我说你们这 这算怎么回事 哎 别让人别让人 朱光祖搬个手 这一串让人住 就让人笑 哎 这个本来 刘世昌装主就够惨的了 注意见了是吗 随后 啊 让人知道了 要仗着 要上门来 连让人在喊 啊 乡里乡亲都知道了 这不是给人画了 是不是 刘世昌在江湖上 轰轰烈烈 死后那个二的妈肿脸 喊起来 这老头一听你哪 那么多俏皮 或二啊 啊 你说这有理 这不是就得了吗 啊 来啊 我您一看还真得答应 嗯 有 把门关上 是 我您过去光厂一下 把门关上光了 把门插过插上 哎 咱别站在院子里插上 有什么话在屋里说吧 行行 谁是这主人呢 朱光祖大大百姓屋了 那老管就在后面跟着 跟进来这么一看 人家坐下来 哎 坐坐坐 哎 几个坐坐 随便 对对对 哎 那什么您先出去排我们那个马呀 阴阴啊 这个喂一喂 这个 这么这么 呃 我们自己去 您跟我们起点啥喝啊 大乐团的跑一趟 已经到这儿了 口干舌头 这是何苦的呢 要不然怎么说 出手的金子不如在手铜呢 这钱他不能往外寄 借出去之后啊 这就放了土乙兵了 您说这是不是二位 这俩也不知道他说的都是咋的事 反正他在门外托付一回 那就那顺口答应吧 哎 可不是吧 那就是啊 这怎么办 这事 哎 您二位饿不饿 甭客气 啊 到这儿了呢 咱就跟到家一样 让老管就给咱们准备点吃喝 咱在这吃点喝点 好嘛 这老管就没词了 怎么 心说我这庄主什么时候借的钱呢 好几千两银子 这怎么弄的这个 啊 是啊 这好好带人家 没钱就有个话呀 大盐水擦领 住口喝茶 跟着这就是白韭菜 这几位这喝上 老管家啊 这老头急着呀 只打磨磨 怎么回事 他那么想把这几位给开出去 但是你 这没有走的意思 啊 天还没怎么黑呢 这把灯点上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叫送客啊 你看 这盏灯了 你还不走啊 朱光祖啊 跟没看见一样 来来来来 这个二位啊 吃着喝 这个我们这儿呢 这个庄子不大 也没什么好吃的 您就多担在这儿呢 这二位啊 算领教了 心里说 哎呀 我这天哪 怎么 这朱光祖感觉这么大能力 哈 怪不得他 他传这么大的祸呢 真行啊 你啊 好 这个 那现在什么时候了 老管家一看 哎呦 可问这时间了 哈哈 这位好汉 不瞒您说呀 天已经黑了 哎呦 朱光祖一咧嘴啊 他哭了 刚好没眼泪 他不伤心哪 哪来的眼泪啊 老管家还怎么了 哎呀 老管家呀 你坑苦了我了 老管家傻了 怎么 我怎么会坑了您了 哎呦呦 哎呦 你哪里知道啊 我家身万贯哪 你看见没有 我这被套里没别的 这全都是银子 红金白银 白天出门 我带俩保镖的 我都提心吊胆 这天黑的 你说我 我这怎么办 怎么你让我上哪去 怎么不早 平点想 老管家心说 你姐坐这又白货 左言又语着 你跟你这两位聊 回头你说 这真爱谁啊 这个 合着您 请问没有住 说哎呦 我们哪住不了 就你们这庄子 我们能住吗 怎么 这个荒山培岭 这怎么能行 我们得找一个 大的城市 哎 得县以上的 你知道吗 你去车上 我上哪去的 老管家一看 这真没办法 要不这么着吧 啊 好 您是不是在这委屈 一夜明天再走 哎 这个 哎 二位咱们只好如此了 这头 我二位乐的 饭差点 分在桌子上 咱们心说 我们真受不了了 朱光族 我们算服了 怎么 人连门都不开 面都不见 居然把他让进了 又吃又喝 他还要住着 你这信心不信心 这就叫本事啊 这一看 真是后浪 虽且闹 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今儿才明贵 什么叫清出云蓝 甭说比我们俩 我看他比他老师啊 那都 抢一大块 老管你 他住这住这吧 我给几位准备准备 就是我这回 这有点 还不公了 为什么呀 你说这是多的财主 有时候他也得 受点委屈 这可应了 那句话 家有万贯 有一时不变 我这就属于 一时不变 紧赶慢赶 赶在这 这怎么快说的 全他的礼 这老管 你赶快准备 被路给收拾 全弄好了 晚上该休息了 您先歇着去吧 半夜要是什么的话 您清醒点 看看我那个马匹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什么 二位啊 明天咱们走的时候 想着 这老管家可太热情了 给他五百银子 喝 一张嘴子五百 扑二位 心说哪能写钱呢 咱们一共再多路费 别谢礼啊 好好 那是试试 按着您的分数吧 老管家 耳朵龙眼不花 听得清清楚楚 五百两 我这天 这我伺候着了财神了 这是 可不得乐坏 早早休息 这三位哪睡着了 定更以后 同我二位啊 凑朱光总跟前 我的朱少爷 我的朱少爷 您要干什么 二位叔父 干什么 今儿晚上我就要在这儿 把刘士昌逼了出来 让他死而复生 您看 您瞧着吧 没错 二位 一个大经 两个休息 换着玩着休息 听见没有 二经天把我叫起 我先逼一会儿 逼一会儿 打着个盹 天之万毒 朱光族起来了 他慢慢的凑着窗前 扒着那小窝里 把他这么看 院子里是灯光一闪 朱爷蹦起来 告诉二位 给我呀 寻点风 尿点烧 更主要是报价 因为什么 万一 要碰上这刘士昌 嗯 他要把我收拾了 我打过他呀 您二位呀 离我近了不行 太眨眼了 离我远了不行 一旦有点什么差池 有点什么急事 好 远水不及尽可 那不麻烦 这二位 请他 咱们算服了 在您跟前这差 还真不好当 行了 二位 闭点委屈吧 咱都是为了这大局 他总有词 说完了 朱光总顺窗户的爬出来 他一看 果然是那老管家 打着个灯 弄是三度一回头 他就往后走 后边啊 有个小跨院 就进着院来 浑手把门关上 然后提着灯啊 就把屋里去 这是独门独院 三间北方 门上 门上闪着锁呢 看着窗户上 那门上 你要仔细小 尘头老后 可能 是好长时间 这儿也不住人了 朱光总看住 亏他 他不时的回过头来 看一看 还行 怎么行呢 离他不远处 独无两位 各自都背着兵器 在那会儿啊 给他撂着风呢 啊 这行啊 朱雁沉住气了 只见 老管家把这个屋门开开 瞧着灯笼进去 回神光浪一下 灯笼关上 朱光总一送身 灭足千宗啊 施展他的轻功 就来着这门前 他一看什么 也看不着啊 这怎么办呢 嗯 用这小纸的指尖 站一点通不 在那窗口 拉着一条小缝 七目秒一目 拉着他看 朱光总演员还真可以 看挺清楚 他一瞧啊 哎 乖乖乖乖乖 在一院里不住人 感情 这是个小祠堂 嗯 明白了 怎么 正宗叫一大佛刊呢 挂着这个 这个黄布的佛帘 上面啊 香辣芝麻 还有些贡品 不知道贡是哪路神仙 还是祖宗看 这说清楚 只见朱光总演员 这儿啊 有一大铺臀 这老管家 把他灯笼啊 旁边这么一放 叭 把铺臀掀开 遵守 这要干什么 祖宗一看 老头什么毛病 变什么戏法呢 这儿 感情啊 他站起身来 低着灯笼 奔门这儿来了 哼 祖宗看 他点点头啊 西特毕说 这老头 还真是 警惕性懒高 你看看 他还不放心 要出来看看 自己刷了一下 往一柱头 这么一藏 然后他轻轻 这么一摆手 告诉图我二位 藏好了 那二位还不知道 怎么回事呢 顺着墙根 就趴那儿了 穿的都是夜行衣 春清挂躁 晚上 我的黑灯影 哪儿这么一待 哼 不容易发现 老管就把门 拉开出来了 往四外看着看 他确实 放心了 随后进来 把门关好 灯笼往桌子上那儿 一放 把那扑团打开 绑了一下 感情啊 就像一打锅盖 似的 中间有一个银镜 似的抠手 他砰的就是 把这盖掀开了 冲着这吓着喊 抓住 抓住 老管这个嗓子啊 很嘶哑 也难怪 年龄也大了 七十来岁了 他喊了这么几声 这边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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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由地下传来点声音 整根刷的一根黄沉 上一人用手一丝 喊一下图讯 嘿 借着那灯光啊 钟光总看得特别清楚 话道没语见 刘石昌 跑了 就是他 刘石昌 活着呢 啊 他看见了老管家 当时的脸就沉醒了 怎么回这儿去 怎么了 那怎么给我送饭呢 怎么饿出我呀 看见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哎 老管就已经别提了 什么 这这 这事啊 你说 你说怪谁呢 您那饭呢 被叫客人给吃了 来一个姓朱的 是个大少爷 特别有钱 带两个保镖的 一个姓骨 一个姓骨 这个有这么会 话还没说完呢 这六十畅 就把这话筒给打断 啊 等等 是谁放他们进来的 这个 这是少爷 把他们给领了一下